他给乾隆做了十年丫鬟,从侍女到黄贵妃,死后全家三代被杀光,很难想象,一个褒裔出身的丫鬟,会被雍正亲赐给乾隆作策附近,即便放眼整个大清史,都是极为罕见的,虽然他是伺候乾隆十年的丫鬟,但却赢得了多情天子的青睐,成为乾隆朝守卫黄贵妃。 然而,他怎么也不会想到,身死之后,他的家族会惨遭劫难,几乎被乾隆杀了三代,欢迎收看本宫巴历史,点个订阅,一起学习历史知识。 公元1745年正月,乾隆皇帝的贵妃高氏一定不及,乾隆皇帝忧心不已,便采用了冲喜的办法,立即晋升高氏为黄贵妃,只可惜还是没能留住他的命,仅过了三天,黄贵妃高氏就香消玉云。 年仅三十岁左右,乾隆皇帝悲痛异常,先后写了十六首诗歌追忆,看过延续攻略的人都应该对嚣张跋扈,盛起凌人的高贵妃印象深刻,高贵妃作为大反派人物,经常处处与皇后作对,恨得观众牙痒痒。 其实,在历史上,乾隆皇帝的高贵妃不仅温柔贤惠,德才兼备,而且还是乾隆皇帝的青梅竹马,她就是赫赫有名的慧贤皇贵妃。 慧贤皇贵妃,高家氏,满洲乡皇旗包衣,地位并不高,家族是居辽阳,是大学士,和道总督高斌的女儿。 高斌本是汉人,年轻时在内务府当差,高斌办事能力很强,得到了雍正皇帝的信任,历任内务府主事,苏州制造,广东不正式,浙江不正式,江苏不正式,河南不正式, 两怀岩月时,江宁制造等职,1733年时,已官至江南河道总督,前途不可限量,慧贤皇贵妃与乾隆皇帝同罪,由于她是内务府褒衣世家的女子,按照惯例,必须入宫参加选秀,但因为她褒衣的身份。 不能成为妃子或福晋,只能作为成职适应之人,即侍女。 清朝皇室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,即在皇宰成婚之前,皇帝会先赐给他们一些侍女,这些侍女就是出自内务府的秀女。 因此,慧贤皇贵妃便进入了当时还没有继承皇位的四皇宰弘历的前邸,成为了她的侍女,成为了王府中最低的奴仆角色。 当时慧贤皇贵妃的父亲高宾正是雍正皇帝重用的能臣,所以雍正皇帝便亲自颁布了一道圣旨,她将并没有子嗣的侍女高氏破格进风为了侧附近。 抑郁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,为红利打造,培养一支精干的核心团队,此时的慧贤皇贵妃,已经与出身满清贵族的乌拉纳拉氏平起平坐,地位仅次于狄附近复查氏,当然将侍女提拔为侧附近。 在以前几乎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,好在雍正皇帝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,所以乾隆皇帝这才有了一个多元化的后宫。 乾隆皇帝继位后,仅二十一天,就将高氏以前抵侧附近的身份册封为了贵妃,同时乾隆皇帝为了提高高贵妃的地位, 还下旨将高氏一族全部由内务府襄黄旗包衣抬入满洲襄黄旗,清朝非规矩,母瓶子贵,傅查氏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,已经生下了一儿一女,而高贵妃却是在五子四傍身的情况下,还能册封为贵妃,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对她的宠爱。 不仅如此,在后来为高氏举行的贵妃册封仪式上,乾隆皇帝又按照当初雍正皇帝的敦诉皇贵妃的嫌礼,让高贵妃享受到了公主,王福晋和三婷以上命妇同时前往她的的寝宫,向她行跪拜叩头朝贺的一系列礼仪,然而在这之后的贤贵妃,家贵妃和纯贵妃等人由非晋升为贵妃时,都没有如此待遇,可见,虽然地位不高, 但贵贵皇贵妃狠得乾隆皇帝宠爱,在清朝,一个嫔妃是否受宠,很多原因取决于有没有子嗣,复查皇后,令贵妃等人都是因子而贵,而贵贵皇贵妃贵妃即使没有生下一子伴女,可仍然能够得到乾隆皇帝的宠幸,是十分罕见的,贵贵皇贵妃受宠。 她的娘家人自然是官运亨通,贵贵皇贵妃的父亲高斌先后被乾隆皇帝提拔为了直立总督,立不上书,官至极品,而贵贵皇贵妃的弟弟高衡也以殷生的身份步入官场,长期任职两怀严韵使这一肥差,就连贵贵皇贵妃的堂兄高晋也历任两江总督,文化殿大学士,是乾隆时期著名的武都臣之一, 贵贵皇贵妃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,自然是极富才华,也是唯一一位可以与乾隆皇帝在后宫谈论诗词歌赋的女子,贵贵皇贵生前与乾隆皇帝你浓我浓,每当乾隆皇帝忧心忡忡的时候,他都会劝慰乾隆皇帝,只因两人年纪相仿,所以两人的感情又有年轻人的热烈,又有王家的克制,贵贵皇贵妃之所以受宠,主要是因为他性格温厚, 心地善良,陪伴乾隆皇帝的二十年里,不管是得宠还是失宠,贵贵皇贵妃始终如一,宠辱不惊,还经常会向乾隆皇帝直言觐见,即使是在他病故之前,他也依然在苦苦劝谏乾隆皇帝务必勤与正事,为君不义,历史上的贵贵皇贵妃与复查皇后的关系也是十分要好,相处隆家,虽然贵贵皇贵妃意思没有带下子嗣, 但当复查皇后所生的嫡长在永连轰事后,他还一直安慰并且鼓励复查皇后再生皇子,后来,惠贤皇贵妃重病在身,乾隆皇帝不顾皇后颜面,直接将其进封为了皇贵妃,只可惜红颜薄命,惠贤皇贵妃还是病重去世了,乾隆皇帝的感情受到了重创,他曾多次在诗歌中宣泄自己对惠贤皇贵妃的思念之情, 惠贤皇贵妃死后,乾隆皇帝依然重用他的娘家人,他的父亲高斌也升迁为了军机大臣,文渊阁大学士,只是他的娘家人不怎么争气,现实高斌也为逊死亡法,独职失责,包庇属下等罪名,屡次遭到了朝廷大臣弹劾,紧接着又是高衡也为贪污受贿,被判处了死刑,即使如此,乾隆皇帝还是看在惠贤皇贵妃的面子上, 起初并没有重罚高斌,而是继续将他留任,只是到了后来实在是包庇不住了,只好将他绑到刑场陪斩,由于事先没有生命,高斌被吓得魂飞魄散,捡了一条小命后,高斌终于消停了,最后得以善终,惠贤皇贵妃去世后,他的父亲高斌也得以入室经师,担任携办大学士,入职军机处,并于乾隆十二年出任文渊阁大学士, 然而,从乾隆十三年开始,高斌的官运开始下滑,在办理监督及梅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家产案中逊私情,而被隔去大学士一职,但被保留了河道总督职务,乾隆十八年,河南外河同志陈克纪,海防同志王德轩等人窥躺事发,高斌因袒护属下而被隔职,乾隆让他到工地上效力赎罪,乾隆二十年三月,高斌在工地上去世, 不过乾隆还是给予了安慰,此事稳定,并于乾隆五十一年,下令将高斌的牌位入四贤两死,话说,这高斌有三个女儿,一个儿子,唯一的儿子叫高衡,高衡借着家族的印币,以阴生身份出世,后来竟然做到了两怀炎症,这可是个肥差,富得留有,很少有人能把持得住,高衡自然也不例外,乾隆三十三年,高衡因贪污案 被乾隆下令抄家处死,当时大学士富衡为高衡求情,称看在慧贤黄贵妃的面子上,从宽处理,但乾隆却说,如皇后兄弟犯法,当奈何,这一句说出,富衡立刻闭嘴了,话说,高衡的长子名叫高普,高衡是慧贤黄贵妃的侄子,原本,高衡并未受父亲高衡案件的影响, 于乾隆三十七年出任督察院佐夫都御使,不久又任兵部有侍郎,乾隆四十三年,高普被派往叶尔香拜世,却暗中直视当地平民开采御使,索要金宝,随后不久被巫师拜世大臣永贵告发,乾隆下令将高普逮捕,随即处死,据说,乾隆还下令将高普的尸体置位狼犬,断不可入殓协回内地,虽然高斌,高衡,高普祖孙三代, 先后受到乾隆惩处,甚至被处死,但高氏一族并没有没落,而是从此积身满洲世家圈子,成为名门,会嫌黄贵妃高氏在乾隆后宫绝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这位当初大清后宫的二把手,本有很大机会,登上后卫,但却因自己的体弱多病而错失良机,而且高氏还为此没能给乾隆生儿育女,这也是他毕生的遗憾, 可能就连他自己都不会想到,自己去世后,父亲,兄弟,侄子却接连遭受劫难,最终成为人们诟病惠贤在乾隆心中地位的笑谈,其实,高贵妃也挺悲催的,他死后,乾隆可以说杀了他全家,其父没多久也死于任上, 其弟弟高衡涉及贪污被斩杀,为以警校友,往下三代皆被乾隆斩草除根,如果乾隆心里真的有过高贵妃的存在,怎么会对他血浓于水的家人如此残忍呢? 参考他对孝贤皇后娘家人的态度,那真是大相径庭,乾隆把嫡后的侄子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,把皇后的胞弟复衡当作心腹任用,可以说给了他们至高无上的荣耀, 可相比较,高贵妃得到了什么呢?他在嫁给弘历十年间没有儿女,在皇贵妃的位置上待了不到十天就逝世了,或许从一开始,乾隆对高贵妃就是利用之心吧,是乾隆用来拴住其父高宾的一个绳子。